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他们来说 他们的眼前都有一层滤镜 看向别人时是光芒滤镜 看向自己时是黑暗滤镜 哪怕别人看起来平平无奇 并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 他也会觉得对方很好 很厉害 而即使别人指出他身上的闪光点 他却只会觉得 这算什么呀 大家都可以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环境的影响 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都来自于我们对周围环境信息的获得情况 同样的 你接触到了什么样的信息 大概率就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位因为内心极度自卑 而没有办法与人正常交流的来访者 他会因为旁人一句无心的评价而纠结很久 在公共场合看到别人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 他就会认为对方是在嘲笑自己身材偏胖 他甚至害怕和自己的朋友交流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 能力 外貌样样都比不上朋友 总担心他们会看不起自己 而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生长环境 他告诉我说 他的父母唯唯诺诺 遇到了不公平对待 也不敢去反抗 碰到问题 也只会用人情来要求亲戚帮助他们 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下 他越来越敏感 别人的父母是孩子的依靠 而他的父母还要去依靠别人 这让他在亲戚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他每次到同学家里 看到同学的父母身上 是岁月沉淀后的温和沉稳 同学也是那么的优秀积极 他就更加的自卑英语 不愿意和人交往 那么该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 其实要想克服自卑感 有两种方式可以试一试 一是改变现状 二是转变看事情的角度 认可自己 我们先来看一下改变现状 对于自卑的人来说 无论是环境 工作 还是外貌 能力 他都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在这样的比较下 他觉得自己非常差 那自卑感自然也就随之而来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 去改变现状 比如换一个环境生活 或者是找到自己内心 真正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那位来访者 他认为自己处处比不上 他的朋友们 那么他可以利用下班时间 来让自己优秀起来 感觉自己能力不够 那就多学习一些 对生活 工作 有用的技能 感觉工作环境不好 那可以争取在工作方面 有所建树 跳出现在的工作环境 对自己的身材不满 可以选择运动来塑形 让自己拥有一个 更健康 更美的身体 当你察觉到 自己在一点一滴慢慢变好 那对自己的评价 自然也会上升 说完第一个 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方法 自卑的本质 是源于对自己的不接纳 自卑的人 总是对自己 做成功的事情不以为意 而对失败的事情耿耿于怀 这会导致他们 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 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换个方式 来看待自己 不仅看得到缺点 还要看到自己的优势 从优势中找到自我价值感 从而认可自己 假如说你在一家 很小的公司上班 不仅负责会计工作 有时候还要承担 人事工作去做招聘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都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 才会沦落到这么小的公司 什么工作都做 但是换个角度 你不仅在会计岗位上 锻炼了自己 而且还有了招聘工作的经验 多了一项技能 对于你以后的工作之路 也多了一个选择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着 去接纳自己 喜爱自己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 公众微信号 心灵时空 后台回复 克服自卑 就可以了 每当我们感叹 生活真难的时候 现实却又告诉我们 生活还能更难 工作事业 爱人孩子 父母亲朋 这一切的一切 就像一张大网一样 把你层层束缚其中 你经历了疲惫 辛苦 无奈 还有悲痛 如果你只是一个人 默默承受 那你迟早会崩溃 心灵时空 组建了专业的 心理救援队 每位咨询师 都拥有超过 20年以上的 咨询经验 只要你需要 我们就在 微信关注 心灵时空 后台回复 咨询 就可以体验 15分钟心理清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